Hello 我是Abraham Wong 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顧問 Hello 我是Raymond Leung 我是加拿大特許專業會計師 歡迎Raymond一起談談及加拿大有關稅務問題 今天是第一集 先談談稅務居民 很多朋友都問在加拿大居住是否等於交稅 有些人跟我說 來到這裡住182天 不是183天就不用交稅 Raymond 怎樣看 這個問題我見客時很多人都會說 尤其是他們的心態是 如果是持有一個Working Visa 或者只是申請一個PR的程序 就說自己不是稅務居民 這是錯誤的 因為在加拿大的稅制裏面 我們是以一個叫做Tax Residency 即是根據居住的聯繫 或者居住的地方 而決定是否是加拿大稅務居民 即是說如果加拿大公民 即是香港有30萬的加拿大公民 在香港做 但他們如果不是在加拿大有聯繫的時候 他們是non-resident 甚麼是跟加拿大有聯繫 這是一個很大的Terms 不如我們慢慢解釋給觀眾聽 加拿大的聯繫 我們在稅制裏面會有一個主要聯繫 和次要聯繫 主要聯繫是如果在加拿大有一個固定居所 無論是租或是買 租或是買 是 租的意思是不是Airbnb 不是一個月來住10多元 而是有一個很長的約 例如一年 即是一來到就可以住那個地方 已經是一個居住聯繫 不是一定要買一個物業 是否在這種情況下 他已經要報稅 最基本的話 如果他真的有居住聯繫時 就成為加拿大稅務居民 他全球的收入 就要由那天成為稅務居民開始 就要打稅 因為有些朋友是一家來 他們可能說 我的小朋友拿著讀書 然後他自己用一個Visitor Visa 所謂用陪讀 在陪著小朋友讀書 在這種情況下 他已經是跟加拿大有一個聯繫 是的 當然每一件事 我們都要看很多因素 不可以只說 他有這件事的情況 就會斷定是否 但是如果他在加拿大 住了很久的時候 而他亦有一個生活圈子 就會慢慢他的聯繫 就會越來越強 在加拿大 這就要小心 所以例如他已經回教會 去其他社區組織 然後他全家也在 他的小朋友已經長期讀書 已經可以當作稅務居民 沒錯 另外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有些朋友 剛才也說 他是Visitor Visa進來 子女在讀書 然後他就賣了香港的物業 在這個情況下 他是不是又要預備給別人打稅 還是怎樣呢 這是很複雜的問題 因為加拿大和香港有一個稅務協議 即是說他們不會是雙重打稅 如果他是香港有一個居住聯繫 他就會是香港的稅務居民 如果是香港的稅務居民 就不會是加拿大的稅務居民 所以如果他在香港賣了一層樓 因為固定居所是一個很強的居住聯繫 如果他賣了一層樓的話 即是在香港會減少一個很強的居住聯繫 變相地在加拿大會越來越多的聯繫 變相成為加拿大稅務居民 總之移民有問題可以找我Abraham Wong 但凡是稅務有問題就記得找Raymond 因為我告訴大家加拿大稅務比香港複雜很多 所以我們要有特許會計師幫大家做事 好 今集我們也說了這麼多 我們下一集會再說多點residency這件事 因為在加拿大稅務中 我們要決定如何做residency這件事 好 今集時間到此為止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跟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會發現 我的研究竟然無關 與我們下集再見 我會不想找我們的研究 我會不想找旁含 我們下集再見 我會不想找這個 我會讓你地歸